哈囉大家好,我是Mind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近期的愛用品 上次拍這支影片的時候還蠻受到大家歡迎的 所以我今天又收集了一些我最近喜歡用的產品 除了有化妝品之外,今天也有我最近喜歡吃的東西 還有我最近在看的影集 那如果對今天的影片有興趣了,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好,首先第一個產品就是ZA的3D塑形兩用眉筆 然後我用的色號是BR631 這個真的是我最近找到的開架寶藏 因為像我平常畫眉毛的習慣就是先用眉粉再用眉筆 我覺得這樣子打造出來的眉毛效果是最自然最柔和的 那這支眉筆厲害的就是它兼具兩者 它一邊是眉粉棒,然後另外一邊是斜切面的筆頭 我在用的時候我都會先用眉粉棒填補一些我眉毛的空隙還有填補顏色 然後再用眉筆的這面來繪製一些線條還有眉尾等等 它一直比擁有兩種不同的質地我覺得對我來說非常方便 如果我現在出去玩的話我只要帶這一支就夠了 我先來講一下這個眉粉棒的部分 你們看它的暈染度真的超級的好 而且它的顏色我覺得顯色度就真的很適當 我拿來填補我的眉頭也不會容易出現太深影的線條 就是很輕鬆就可以製造出這種有漸層陰影的感覺 然後另外這個眉筆因為它做的這個筆頭夠扁 所以它其實接觸的面積很小 可以畫比較細節的地方 比如說眉尾啊眉下這種填補空缺的地方 然後它的這個眉筆質地一樣跟它這個眉粉頭是比較偏粉狀的 所以這樣畫出來的眉毛就會非常的自然跟柔和 然後有一種毛茸茸的蓬鬆感 不會感覺太強烈 所以很適合你對畫眉毛比較沒自信 或是說你很容易畫眉失敗的人 如果你們看我最近大概三四支影片 我影片裡面的眉毛都是用這個ZA的雙頭眉筆完成的 我真的自從收到了之後我都一直在使用 而且自從我把頭髮染成比較淺 然後帶點紅的棕色之後 我就翻遍我的抽屜裡面 找不到一個比較適合我的偏紅色調的眉筆 然後我就拿出這個來用 結果發現它的顏色跟我的頭髮也是超級適合 畫出來的顏色就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會帶給臉部一種很有精神的感覺 而且它這個眉筆真的是我用過最不容易在眉毛上結塊的 不管我的底妝是油還是乾 有定妝還是沒定妝 這支眉筆都可以把我的眉尾畫得非常的漂亮俐落 我去上跳舞課我的眉毛也都完好入圈 它的持久度我覺得蠻好的 好 那這個雙頭眉筆它總共有出三個顏色 分別是BR611、BR63E還有GY95E GY95E是特別適合亞洲人的黑灰色 如果你是從來沒有染過頭髮或是說頭髮是黑色的人 可以選這個GY95E 如果你是染一般奶茶色、棕色 不帶任何紅調、橘調的 可以選擇這個BR611 它是比較中性色調的棕色 我剛剛用在眉毛上的這個是BR63E 帶點紅調的咖啡色 我相信大家對ZA旋轉眉筆應該都不陌生吧 但是現在換成了這個粉紅色配咖啡色的包裝 顏值就變得很高 我覺得包裝質感還蠻好的 那我今天左邊的眉毛就是用ZA的旋轉眉筆上的 它一樣是雙頭的設計 一邊是圓細的筆頭 另外一邊是眉梳 如果你是希望你的眉筆裡面一定要有眉梳的人 可以挑選這款旋轉眉筆 這支眉筆跟剛剛雙頭眉筆的差別就在於 它的筆頭是屬於細圓形的 所以如果你是比較偏好畫那種非常俐落 還是比較細的眉毛的人 我會比較推薦你選這款旋轉眉筆 它的這個筆頭比較細 可以更輕易的去描繪 比如說眉頭的毛流感 然後比較精緻的眉尾 我覺得這款眉筆的質地 跟剛剛雙頭眉筆的質地沒有差到非常多 可是因為它筆頭是比較細的關係 所以你可能用起來會覺得它比較顯色 線條感會比較明顯 那如果你是不太會畫這種眉頭的人 你可以用它背後的這個眉梳 來暈染一下眉筆 它這個眉筆的質地是可以非常好被暈染的 像我剛剛左邊的眉頭就有挑了一些毛流感 但是我怕那個線條太深意 所以我就用了這個眉梳再整理一下 跟右邊比起來 右邊就多了一種比較蓬鬆的感覺 那些是透過眉粉棒製造出來的妝感 左邊的眉毛就會比較俐落一點 如果你想要畫那種很歐式的陰氣眉 也可以用這種細頭的眉筆來達成 那如果你想要畫韓系的平眉的話 我覺得剛剛的那個雙頭眉筆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這些的旋轉眉筆總共有四個顏色 除了剛剛既有的這個BR611、BR631還有GY951之外 旋轉眉筆還多了這個BR771的顏色 它的這個棕色是比較帶黃調、綠調的 所以如果你的頭髮是黃棕色或亞麻色 可能挑選這個BR771會比較適合 我剛剛提到說ZA的兩款眉筆都是屬於比較粉質的 可是你們看它上在手上 這是我手上完全是乾的 沒有任何用粉底打底啊等等 它的顯色度就已經這麼好了 它的顯色度真的很剛好 好上色但是它持久度也很好 總之我覺得它是一個不管你是老手還是新手 都會喜歡的眉筆質地 那至於這兩個眉筆 因為我個人使用習慣的關係 所以我會比較推薦這個兩用的眉筆 但是我知道這個旋轉眉筆 也是很多人的愛用 所以這兩款呢 就看大家自己的使用習慣 是如何去做挑選就可以了 接下來下一個 是我最近用到我覺得非常厲害的遮瑕膏 那就是這款Maybelline的Super Stay遮瑕膏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的討論度這麼低 我真的覺得它非常非常好用 它已經成為我夏天最喜歡用的遮瑕膏 如果你是乾肌的觀眾看到這裡請先不要跳過 因為我知道大家可能看到他們家Super Stay的系列 都會有點緊張害怕 因為畢竟他們的Super Stay粉底液是非常霧面的 可是我覺得這款遮瑕膏真的如果你是乾肌的人 夏天的臉會有一點出油不到特別的乾的話 一定要去試試看這個遮瑕膏 你看它上在手上有多薄 它完全就是貼在我的皮膚上 然後一點粉感都沒有 而且它的霧面不是那種沙漠級的乾 它還是有一點點的潤度在 當我把這個遮瑕膏推開進皮膚的時候 它會直接在皮膚上隱形 你們看 它的質地真的又貼又輕 如果你是眼下很容易卡厚粉的人 一定要試試看這款Maybelline的Super Stay遮瑕膏 它的刷頭是這種邊邊 所以你一次不會上太多的亮到眼睛上 它遮瑕度我覺得算是中偏高 如果你瑕疵不明顯 不是立體的瑕疵的話 應該擦很薄很薄的一層就可以完全遮蓋 那如果你像我一樣有一些類勾的問題 你可以用到大概兩層左右 差不多也就可以把這些凹陷的瑕疵給遮起來 而且它這款是我可以用在我的鼻子上的遮瑕膏 我敢說市面上80%遮瑕膏產品都沒有辦法用在我的鼻子上 但是這款真的可以 它要上在我的鼻子上不會顯毛孔 不會顯乾 然後它也不太容易卡粉 非常的服貼 又可以適當的修飾我鼻頭的一些毛孔粗大等問題 這一點真的讓我覺得很神奇 因為它其實是比較偏霧面的遮瑕 那我會認為它上在鼻頭上應該會蠻容易顯乾 但是它上在我鼻子上居然可以讓我鼻頭的妝感看起來更完美無瑕 像你們看我今天的眼下 我疊了兩層粉底 然後我先用深色打底再用淺色提亮 應該不會覺得我眼下有一種厚厚卡粉的感覺吧 整個眼下的遮瑕膏是很貼很崩的感覺 它真的是夏天遮瑕膏的霸主 接下來這個應該對大家都不是一個意外 那就是ZC的粉餅 在我之前ZC的影片中我就已經大力的稱讚過它了 我記得它價錢是249塊 雖然這麼便宜它的包裝都不麻糊 它這個因為是大英博物館授權的 所以你看它這個正面有一個埃及女神的印刷 然後這個上面是有點凸凸的手感 它裡面還有一個小鏡子 還有一個粉撲 我用的色號是AM01象牙白 在我臉上就是剛剛好的深淺度 它的粉質真的是細緻到一個不行 你們可以注意看我這一塊 我現在用這個手指直接上喔 就是我的這塊皮膚會瞬間變柔膠的感覺 它就是修圖粉餅 如果你是乾肌只是想要簡單定妝的話 我都會用一個比較散的刷子 全臉做定妝 如果你是油肌或是你今天想要出去一整天 你希望你的底妝持妝度很好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它裡面附的這個粉餅 然後這樣沾了之後直接壓在你重點需要定妝的部位 它會讓你的皮膚那塊整個是柔膠霧面 而且它的柔膠真的不是在開玩笑 你皮膚不管有什麼紋理 顆粒啊什麼毛孔啊 它都可以全部幫你隱形 這個質感真的是完全可以媲美專櫃 然後持妝度又很好 像我今天用的是Pony的小金蓋氣墊 我覺得持久度也沒有這麼好 但是我剛剛有用了這個ZT的粉餅整臉做定妝 我從上次到現在應該也過了差不多三個小時左右 我現在臉上也都完全沒有出油的狀況 我覺得它讓這個粉底的持妝度變得很好 好再來下一個想跟大家推薦的愛用品呢 是我最近新買的短頰 這個是Maison Margiela的兩褶短頰 我是在Farfetch上面買的 它這款現在有在打折 這款我記得在他們網站上還有貨 首先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外型 上面有很多這個泊墨的設計 背面就是有他們家非常標誌性的四個車縫線 裡面打開來它的配置是像這樣 這邊是零錢位 這邊有一二三四個卡夾 這邊是可以放鈔票的 那我現在裡面其實放的東西不少 有好幾張千元鈔票跟百元鈔票 它千元鈔票是整個可以平放的 然後我有一些多的卡 我就把它塞在這個地方 放在這裡面的話它會有點骨 不希望它這個皮就是太被凹到 我是一個超級無敵挑短頰的人 像這款短頰 第一個它是這樣子對開式的 所以你在掏錢的時候 你的皮夾不會這樣子翻得很長 另外它的零錢位做的是像這樣子的 在拿零錢的時候就很方便 該有的鈔票位啊卡夾也都有 兼具實用之外它的顏值也非常的高 然後我覺得又很耐看 所以自從收到之後 我就覺得我買到這個皮夾真的是太幸福了 我還特別做了一款有一點點跟它搭配的美甲 我在這邊提供幾個我使用上的想法 給一些也在觀望這個皮夾的人參考 第一個是雖然它的零錢 看起來好像可以裝很多 然後也很好拿 但其實它不能裝太多 因為如果你裝太多的話 它這個會有一點扣不起來 就算你扣得起來 你的整個皮夾也會有一點 鼓鼓的歪歪扭扭變形的感覺 另外一點就是 剛剛大家應該也看到了 在這塊皮會被這邊的卡壓到 然後再加上它這個皮真的是 比較軟 比較容易出現這些凹痕等等 總之呢 如果有跟我一樣喜歡 Mesa Margiela這個牌子 然後或是有在尋找短頰的話 我很推薦這一款 它價格不會太高 那你看使用經典也不容易撞 它不是那種爛大街的款式 接下來就是一個 我最近非常非常愛吃的零食 吃完就把包裝丟掉了 把圖片放在這裡 它是加勒士跟 Hershey's聯名的賣片 這個東西其實是我爸一開始發現 然後買回家的 他說他是在愛買買到的 它這款麥片最豪色的地方 就是它中間居然有巧克力夾心 而且它的夾心是巧克力醬 吃起來會外面脆脆 然後裡面又很滑順 飄出一個濃濃的巧克力醬的香氣 但我覺得更厲害的大絕招 就是你把它泡到牛奶裡面 你會感覺你的牛奶好像變成了一個巧克力牛奶 而且是有那種巧克力醬的濃醇香 而不是巧克力香精的味道 它的外殼夠厚 所以吃起來那個脆度是很夠的 大家如果也很喜歡吃巧克力 或是很喜歡吃牛奶麥片的話 一定要去買買看這款 加勒士跟 Hershey's聯名的巧克力夾心麥片 第二個要跟大家推薦的 我最近愛吃的東西就是 劍絲跟實力聯名的抹茶黑糖珍珠雪糕 這款雪糕是只有在全家買的到 一開始會知道它是因為 湯它在某一個get ready with me 中 它化妝化到一半 然後就突然開始吃這款抹茶珍珠雪糕 我就很好奇我想要試試看 不買還好 一買我從第一次到現在應該有吃掉了 大概有沒有十支啊 如果你跟我一樣很愛抹茶那種 茶香還有微微苦苦的味道 你一定會很喜歡吃這個 因為它是這個實力的抹茶 我之前就覺得老虎糖那個有一點點太甜 吃久了會膩 而且其實那一支還蠻小 但是你們看這個 超級大 大概是我臉 一半到三分之二這麼大吧 你看 茶藥第一口裡面就有珍珠了 它的珍珠切得是方形的 可是它珍珠非常的香 然後也很有嚼勁很Q 接下來是想要跟大家推薦 我最近在看的影集 那就是怪奇物語第三季 其實說真的我看完第二季的時候 我就已經決定要器具了 因為我覺得第二季真的太難看 但因為我爸最近呢 就又開始重新看了怪奇物語第三季 所以我就跟著他一起看 這個八集追完之後才發現 原來第三季比第二季好看這麼這麼多 因為第三季它比較是一個完整的故事 我記得它跟第二季幾乎是沒有什麼關聯的 然後我覺得它整個劇情也夠緊湊 然後這一集他們把所有的主角都分成不同的支線 每個支線它都有自己的故事背景設定 還有他們遇到的一些奇怪的事情 讓他們去探索解決 所以整個故事我覺得就變得蠻有趣輕鬆的 但是大家如果看過怪奇物語的話 都知道說它在輕鬆的背後呢 都有一些隱藏的怪怪的事情發生 那像這一季我覺得他們怪怪的事情 又比之前第一季第二季更提升了 可怕懸疑感會再更高 所以第三季應該是我 一二三季看下來我覺得最好看的一季 我很推薦給還沒有看過怪奇物語第三季的人 雖然已經開播一年了 但是我覺得它到現在看也還是覺得非常的好看 好 以上呢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所有我最近愛吃愛看愛用的東西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有被今天的影片介紹 任何一個東西燒到的話 麻煩你們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可以按這裡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你們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來看一下 UMye… relação 很喜歡 我們來看一下